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是包蛇日古人的名声远超至紧 赛前钢王就放出好言说要KO包蛇日古人来让中国观众记住他 赛前在台湾间介绍注意事项的时候 钢王先是以肖章的眼神怒视相对 尔赫直接低头无视包蛇日古人 这直接激起了包蛇日古人心中的斗志和怒火 赛前就如此肖章跋扈 比赛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后 钢王先是发起猛攻以扫踢爆踢 不过包蛇日古人也毫不失落 马上以连续重拳还颜色 比赛才开始 仅13秒 包蛇日古人就抓住机会 一记后手拳将钢王击倒 接下来包蛇日古人趁身追击继续抱着对手 这一浪钢王马上用出摟爆动作 而后当钢王再次用出摟爆动作的时候 被包蛇日古人以休门的顶息 直接踢中了钢王的面波 这一浪钢王现场就挂柴了 医务人员马上对其进行伤口处理 接下来钢王以连续重拳回击 而后巴蛇日古人以跳膝暴踢对手 紧接着在刷完长刀过程中 巴蛇日古人将钢王直接爆摔倒地 接下来在王强的反抗中 钢王又再次无奈被巴蛇日古人击倒 而后钢王已经开始变得有所胆怯 但是无奈又再次被击倒 紧接着巴蛇日古人以连续重拳将钢王又再次击倒 但钢王的二门并没有就此结束 接下来钢王很快被巴蛇日古人以凶门的扫踢踢倒 钢王也敞到裁判强袭独妙 而后巴蛇日古人以左勾拳将钢王又再次击倒 紧接着巴蛇日古人以收门的顶膝将钢王又再次踢倒 接下来被震灯暴踢的钢王又再次无情的倒地 而后双方马上进行了基地偶遇修门的对拼 结果随之钢王又再次被击倒 接下来巴蛇日古人以连续重拳将钢王又再次击倒 而后在面对巴蛇日古人的猛攻之下 钢王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一次是无情的被击倒 最终巴蛇日古人抓住机会 一剑后手拳直接击对手赢下了比赛 钢王也被打到怀疑人生了 钢王倒地后久久不能起身 医护人员马上冲上台对其进行救治 下来后钢王被直接送到了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 全场比赛下来 愤怒了巴蛇日古人爆花 轻益又持不到一个回合的时间 就让对手11次击倒击了 钢王在面对巴蛇日古人完全没有一点反抗的余地 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把话说得太早 也不能去触分对方的儒人底线 格斗更是如此 不然好容易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清台体育赛事由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